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 我是戴笠刚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在现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在我们中天新闻的直播频道 请记得转到新闻龙卷风的子频道 来收看我们新闻龙卷风 帮我们在新闻龙卷风的子频道 充一些流量 不过现在这时候 大家心里面开始有点担心了 因为在北台湾这个地方 尤其从桃圆这个地方往外画圈圈 不得了 今天可是这样子算起来 匡列了大约将近五千人 年快到了 剩下两个多礼拜的时间 大家心里面还是担心 担心的就在于说 还好今天是没有本土的确诊案例 但是明天呢 另外呢 这匡列的五千人 现在这个时候 你要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就找到 一个一个给这样子确定 他们有没有问题 这可是个大工程 看起来现在大家 这个时候真的皮要绷紧了 立开我跟你讲 人家都一直在讲说 台湾最美丽的风景 就是人 对不对 对啊 对 可是我跟你讲 要是一堆人 跟你一起排队 大家都知道 台湾人最喜欢排队 不行 不行 你看今天的时中部长 匡列了那么多人 五千人 五千人 你怎么还去搞排队这件事情 不能排队 上离开不是还呼吁 那家新开的店 你不要急着去 反正那家店还会继续开着 你有时间慢慢再去就可以了 但为什么还要排队 为什么还要 对不对 还是为了那家店吗 不是了 不是哦 为了五百块拼十万块 这么好赚 这么好赚 所以你的意思说 我现在这时候 只要我皮包里面 连五百都没有 真糟糕 那立刚 我本来就要拿个五百出来 发现口袋连五百都皮 好赞哦 他不用去排队 他如果有五百块的话 你知道台湾财物保险公司 他们推出了一个 你不是去那家很新开的店 不是那个店了 不是那个店哦 只要你拿五百块出来 投保 你有可能可以拿到 十万块的理赔 这么棒的事情 这个倍数是用百倍来算的 而且如果说 照疫情的这样发展下去 你刚才说 已经匡列五千人了 对不对 对 我告诉各位 如果你只要 要符合 怎么样子啊 就是我被自主隔离了 不是 匡列自主隔离了 你只要被匡列到 被匡列到了 那就 可以领十万块 不必确诊 就可以领十万块 立刚 那现在这五千人 如果赶快去保的话 那不就赚到了 立刚 你想得太美了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 从二十六号开始起算 对啊 今天二十五 对 那你说明天 明天才能开始算 昨天被匡列了五千人 你们没机会 那你还去保这个干嘛 没机会了 但是今天早上 我跟你讲多乱 我讲给你听 说说说 现在欧巴桑他 反正你是早起了 一大早之后 跑到马路上去走 看到什么场景 六点五分 一个欧巴桑在哪里 你知道 在管前路 也就是台产的台北总公司 管前路门口 就开始排了 六点多的管前路 前面没人的 天刚亮嘛 对不对 现在天亮又那么晚 我前面已经有二十个人了 欧巴桑这样讲 六点五分就有二十个人 六点五分 那表示那些人 天没亮就来了 就来了 天哪 现在六点四十才天亮 他们六点五分 天还黑压压的 对 人就跑到那里去了 好 怎么那么汗啊 再来 还没八点 还没八点 听清楚 就大家还没上班的时候 你知道已经排了多少人吗 已经排了快要三百公尺 大家看到的画面 排排排 大家看到的画面 是早的画面 到了不到中午的时候 全部都塞在一块 为什么你知道吗 以一公尺可以排三个人来算 后来已经排到快三百公尺 天哪 排这么多啊 已经快要上千人了 而且在我们现在 在大家直播的时候 看的时候 这个已经结束了啦 所以他在下午六点的时候 你说到今天晚上 到今天晚上 那我明天早上去排没有了 没有了 为什么 我们紧急喊停 为什么 再排下去的话 再排下去 我们根本不是说 他们负担不起 你说他们会赔刀翻地 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 不要 这样不是好事 这样不是好事 那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连作业的人员 都没有 你知道 就是说很多人 他们都是 一大早就排 结果排到最后发现 他们在桃园 台南 高雄 这些地方 通通有财产的据点 你不是说只有在台北火车站 不是不是只有台北火车站 你说连中南部都在排 中南部所有台产 台湾产物保险公司的据点 通通都是人满为患 所以网友就讲了 台湾人真的是爱排队 然后比以前我们 这时候就想到 排口罩还厉害 大家看到这种地步 想说投资报酬率这么高 对 负五百赚十万 对 所以我们现在来想说 这一出大戏要怎么演下去 还蛮有趣的 如果说将来这五千人的桃园 现在只限于桃园 对不对 对 听说就有很多桃园人 真的从哪里你知道 从他们住的地方 跑到我们今天讲的 就是我们那个管前路 台北市 来 我问你有很多桃园人 不太好吧 不太好 为什么 你根本没有办法追踪 你怎么知道谁来买 谁没来买 对不对 来买这个保险 那我问你 他们是不是 我今天看到新闻讯息 还有人一家 拿了三十个人的资料来 一买就买三十份 一买就买三十份 对 他一个人代表三十个人 那你想想看 他有没有可能是从 可能被框列到五千人之中 我们不敢讲说 他是不是一定染疫 但是这是不是又一个 防疫的破口 因为又是个群聚 对 所以这个群聚了多久 你知道吗 他还要有 有公读生拿个牌子 这边你看 台北市上这个牌子 拿出来说 从现在开始 不保证六个小时之内 你可以排得到 六个小时都排不到 对 买不到这个保险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来这边排队 你从桃园跑来这边排队 就排队以后 然后你 你之后呢 就付了钱以后 然后你保上了 保完之后 结果你就确诊了 对 那 那不就赚到几十万 对 所以转认他今天就很简单 就说你今天保了之后 然后你回家 回家就什么 明天嘛 26号对不对 对啊 26号开始你被 确定了 干嘛 你必须要 隔离了 对不对 你就可以领十万块 那所以今天去排 那是划算 是划算的 对不对 因为你确诊的话 或者是你要确定被隔离 可能框利哥到明天才隔离 没错 所以大家就晓得说 怪不得这么多人冲去排队 这个保险一天之内已经都 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生命换钱 生命成可贵 保单价更高 所以真的为了生命 还是为了保单 你要让我抉择 要为了保单的钱 还是为了生命 我们现在到底是在苦中作乐吗 等一下 我还是要生命 你想想看 Kelke的话 你拿这个有屁用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 就是说 这个是在台湾 我们疫情严峻的时候 这是街上出现的影奇景 而且你想想看 你如果排队在那边 对 结果排了满满的人 好几公里长 对 排到了 你看 公图圣都已经裂了牌子 六个小时未来排到 没排不到了 排到最后到了五点钟 结果你也没排上 你也没排上 结果回到家 隔了七天之后 你染疫了 你染疫了 哈哈 多恐怖啊 我排了那么久 我没有保单 我还染疫那样 五百拼十万 没有拼赢 怎么会这么惨啊 这个说哈真的是不值得 人生怎么这么悲哀啊 立冠我跟你讲 我不能再喊下去 我要咬掉 对对对 我跟你讲 你要保养一下你的喉咙 我跟你讲 我已经那支气管炎了 医生叫我说不要讲话 你就是听我讲故事就好了 不要这么激动 不要这么激动 虽然我也很激动 因为我没有去排 干哥你讲了 我气氛我没排到 不讲 不讲 好了 我跟你讲 就是说1922 这个专线就被打爆了 你知道 时中部长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子 时中部长还说 1922不是什么问题 都可以问啊 我跟你讲 他们现在就有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 到底要怎么样知道 我们有没有被匡列到 那五千人 对不对 到底谁被匡列到 谁没有匡列到 我怎么知道 你有没有去桃园 我没有去 你有没有经过桃园 有 那没有事啊 因为匡列的五千人 是在那医院里面 对 但是那五千人 到桃园 或者是你经过桃园 都没差 我跟你讲 这个 最切记 不要不要 不要画 画全权随便乱画 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 时中部长 是有一个规划性的 在里面 大家听着干哥来讲 这里面怎么规划 这五千人 对好 我们现在看 桃园医院的院内感染的 他在市医区 医疗大楼 我们从889 这个案例开始讲起 好 889跟890 就是他们是一对夫妇 对不对 对 他们在12楼的A区 那个地方叫绿区 对不对 因为12楼很高 我们本来认为 只有在7楼 对 7A 7B这地方 没有到12楼 对 所以那是绿区 跑到12楼去了 跑到12楼去了 对 而且我跟你讲 感染源不明 时中部长 那个时候礼拜天就说 我们觉得这一对 就是889跟890 是我们没有办法 查出原因的 也就是说 这个院内本来是 安全的地方 结果也不安全了 他们不断地追查 四个小时之后 宣布 这个地方就是怎样 整个医院都变成了 红区 也就是说 这两位我们查不出来的话 那怎么办呢 对 等一下我们再来详尽说明 他们的足迹 你说这个 这个5000人之中 那这个 1月6号起 到这个门诊急诊 就医病人及工作的人员 通通要列入 自主健康 管理的对象 那市民就很气 我们已经 我们可能1月9号 到16号这段时间 我们有去过 现在都已经几号了 都两个礼拜过去 今天都25号了 那我们到底 有没有被匡列 我们被匡列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确定 所以1922被打爆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大家不知道 大家心里会担心 所以就开始打1922 因为说有这个咨询 电话可以打 对 那所以当然打去问 打去问最快 要不然自己看着 这个时间点也想说 我自己要不要隔离 我到底要不要隔离 我要不要自主隔离 我到底要等通知 如果没有通知的话 我要是 开始不舒服的话 我要怎么做 所以那又变成一种 人心惶惶 对 一定会这样 所以理性市民说 这就是我们的新年礼物 因为快要过年了 我们不是讲吗 时中部长讲 2月4号是很重要的观察点 对不对 记得吗 2月4号离过年 只有一个礼拜 因为2月4号就要 小年夜了 要除夕了 对不起 2月4号往后 往后 为什么 那大过年呢 对 就是因为889跟890 这两个案例 因为这两个案例出来 所以这样子 整个矿例的时间 跟这个算的时间 就往后再推了 通通在往后延了 所以市民怎么会不气呢 我们过年会得到这个礼物 很可能 他在讲话的这位先生 他就会因为这样 过年也不要过了 他就在家里 自主隔离 自主隔离我们讲过了 自主隔离就是 你要有自己的一个房间 最好要有位于设备的 如果没有位于设备 你要跟家人共用的话 那就家人出去玩 你自己在家里隔离 对 这个是非常不方便 没有这么多资源 可是病毒是看不到的敌人 我们对于这看不到敌人 当然要这样子用最高的 这种规格来防备他才行 所以这个理性民众被公司问说 你到底有没有被列入隔离名单 他说我怎么知道 对不对 还有一个考硕士生的考生 他已经准备了多周全 结果他要去中央大学考试 可是他已经被通知自主隔离了 所以他已经准备 他花了好几年功夫 要准备博士考试 不用去了 为什么 因为他被匡列了 所以你就晓得像这样子的 还不止很多很多 等一下我再跟你讲 好 为什么你知道吗 像这个是考生对不对 对 连警察都沦陷 警察 警察怎么 执勤的时候被染到 对 你刚刚完全讲对了 可是目前还不确定 对 就不确定 对 目前好像呈现阴性 到底却不确定 这个是隆安派出所 你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 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状况 什么状况 他这个压解人犯 这个人犯紧急要开刀 人民保姆是不是你要开刀 我们也要帮忙帮到 他就押到医院去 押到医院去 对不对 然后就外传说 这位女警呢 回来以后开始发烧 结果派出所本身就出来澄清 桃园警分局 荣安派出所的桃园警分局 他们出来澄清说 没有啦 没有发烧啦 立刚 到底有没有发烧 我们不知道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总共轮流去帮忙看护 这个女警是第一个 他后面的同事16个人 这么多 全部匡列 那现在全部都要匡列 对 全部都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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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问你 那个派出所不大 如果16个同仁 通通匡列的话 那派出所关门了 那恐怕要闹 闹什么 闹空城记 是不是 那当然没有 别的派出所支援 别的派出所支援 那别的派出所支援的话 自己的派出所勤务怎么办 这样的影响 其实还蛮大的 非常大 你看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匡列的人变更多 而更多的人居要居家隔离的时候 这个时候反而相对的 你会看到 很多的工作上面来说 都开始受到影响 而且你要知道 因为桃园的服务员 不像台北市这样子 没有那么方便 一个派出所支援 另外一个派出所 他要怎么公文 什么东西 他通通要带过去 然后他还要再带回来 你看 舟车劳顿 对不对 所以现在连警方的工作 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大家晓得吗 现在就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最快最好 第一手的资讯的时候 连警察都要遭殃 都要受到牵累 不过说真的 讲到这边 我们还是要支持 所有的医护人员 对 有这些医护人员 站在那最危险的最前线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克责他们 我们要给他们更多的鼓励 跟他们更多的支持 尤其现在在这个桃园市的话 我们当然也要为 所有桃园市民 跟桃园市政府 也要给他们支持 因为现在这时候 他们可是在那风暴的最前线 我们希望在这第一关卡当中 说能够桃园市政府 能够把它全部都挡得住 能够防守的好 让大家都能够过个好年 当然现在把这么多人 桃园的时候 你也不要跑 你也不要做什么 你就按照政府的指示 做好该做的事情 这样子的话 相对的让大家 能够平安过个年 这才是最重要 共同的敌人是病毒 不是我们自己的同胞 这一点要切记 所以立刚讲的很 对 就是说我们今天 如果说没有再有 不逃的病例的话 那就是好事 明天继续希望不要有 但是反观这个 让陈时中部长 他非常惊讶了 这个案889跟890 你知道吗 他就是一对夫妻 然后他们 你要讲他们的足迹了 他们的足迹 竟然是在19号的时候 他们去桃园市的 巴德的大南市场 然后晚上又跑到 心上心的港式饮茶 然后隔两天 21号他到了全联的 巴德东勇店 然后再隔一天 他就去了一个 Moulinu的什么 叫做面包店 到了一个面包店 然后再隔一天 他们又去了 巴德区的大南市场 你大家看一下 这个足迹 匡列的这个时间点 请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在这个时间的上面来说 你有跟这个时间 去重复到的话 那你自己要自主管理一下 要特别注意到自己的身体 家里面一定都有耳温枪 随时量一下温度 如果觉得身体不对的话 赶快去就医 这样的话 确保安全嘛 对不对 可是我看着这些地方 我觉得 他们还去蛮多地方的 你知道吗 不会 我觉得还蛮固定的 这是生活必须 对啊 只是在当下 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自己染疫 对 但是还有一个 我们不知道的 什么事 因为889 他是一个退休人员 他常常会回到 他的原来的公司 去找同事打乒乓球 打乒乓球就算了 可能要匡列那一位 跟他打乒乓球的人 对不对 打球距离不是很远 应该不会 可是又变近了 为什么 因为打完乒乓球 会去吃饭 还吃了两次 到底多少人吃饭 现在还在追踪 所以被匡列的人数 持续增加当中 当然我们不是要苛责889 我们不能苛责他 因为最重要一点 他也并不是自愿染到疫 因为病毒是无形的 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 我们不要针对这些病患 有任何的苛责 因为他们也是不愿意的 不要用有色的眼光 来看他们 就是我们自己做好 我们自己自身的工作 本来就对 这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等一下再喝个水 围缩造 第一个染疫的布桃 是一个838的医生 对不对 那后来就最近 就传闻说你知道吗 怎么样 1月9号当天 他被公布染疫 对不对 可是当天 他们有上百人的 主管聚餐 主管聚餐 他是不是也去了 那这100多个人 是不是 那已经过两个礼拜了 9号到现在都过两个礼拜 应该不会了吧 对啊 指挥中心的发言人 专人祥他有讲 他说其实 他当天根本没有去参加 这个餐会了 对嘛 而且时间已经久了嘛 有些小道消息 不要以而传而乱讲一通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 我们大家看 中天 一定要告诉你说 有些事情 你可能会以而传而 但是有些事情 我们会告诉你 把它用正确的方式 澄清 对啊 有时候用客观的方式 去看一些事情 就是比较好嘛 就是说 不要用一些偏见的方式去看 有时候就整个看到偏调 没错 我们不要跟着一些 谣言一起起舞 我们还是要把 正确的情况 来告诉大家 好 那1月内 他有时候 就是有时候 感染了7天 就是说是那个部长 自己讲出来的 对不对 可是我们今天就在想说 老师讲一句 立冠有时候我们真的 我还记得当天 就是在当天 那个838染疫的当天 我们坐在这个椅子上面 我们还敢 不敢讲布陶啊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但我们没有讲出来 后来是你 大哥 部长 你自己讲出来了 你讲出来就算 我们市警小民 我们这些伸斗百姓 讲出来的就会被罚 我跟你讲 到现在我心里 还是很不平 所以也有一个医生 不会啦 我觉得至少有时候公布出来 反而好 我个想法跟你不太一样 是吗 对啊 因为你想想看 布陶那时候一讲出来之后 多少的民众的爱心 就进到了布陶里面 对不对 多少的民众把所有的物资 协助 让这些医生跟护士 他们能够在那 心情最沮丧的时候 有这么多民众跟爱心去送暖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相对上 有时候反而诚实不公的 把它公布出来 让大家都至少知道 某些状况 而不会说 身陷在其中 还搞得混沌不支 对不对 所以他在公布那个时机点 你认为说也是 蛮 蛮合适 在那个疫情的发展 大家支持桃园 反而就这样 本来我们就要大家支持桃园 OK 对 但是有一个医生 他就讲了 他说 看来疫情是变严峻了 这位江医师 他说 我们预测到 还没有通过最恐怖的关键点 就我刚才讲的 是哪一点 过年 过年就是关键点 好 过年是个关键点 那你现在已经匡列5000人 那是不是应该要下重手 现在就要下重手了 怎么下重手 分流分舱 分流分舱 请问你 指挥中心你现在到底想好没有 怎么样分流分舱 分流分舱 牵涉到非常庞大的 医疗资源跟人员 以及时间的分配 这些东西 我说句实在话 如果你是 我们常常讲超前部署 但是现在你还没有超前部署 什么东西 5000人之后 他也可能牵涉他的家庭 可能多达2万人 大家要想清楚 我们心里面要所准备 一定要准备 对 所以有些医院 不过不桃他门口已经开始那些货柜屋 货柜屋开始 门诊 户外门诊那些都已经开始在做准备 对 然后真的 大家看这张图 真的就有一些桃园的医院跟诊所 他们真的开始用了这个货柜屋 他们已经开始干嘛 前进部署了 就是说已经预知 对 会发生这种情况 就跟不桃医院所看到的情况 当然要超前部署 要不然不超前部署怎么行 而且我们 我们说实在话 我们看着去年的这一年 世界各国的变化 在这当中 我们的这些政府官员 或者包含的医疗人员 他们心里面其实对于这些 看着人家前车之鉴 对 我们不能步上人家的后尘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奉劝各位观众朋友 你今天坐高铁 一定要 也是不但要全程戴口罩 一定也要 干嘛 就是分区坐 不要坐在一起 这样坐在一起太危险了 因为为什么 有人拿下来吃东西的时候 不是啦 高铁上面 我跟你两个坐在那边的时候 当然我们就全程戴口罩 各自的自我的保障 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相对的 清洁上面来说也是很重要 对不对 没事的时候水神喷一喷 对不对 水神在喷的时候 相对的 你就手部可以达到清洁作用 对不对 这个好东西 这个好东西 你要带酒精或带水神都一样 两种都有消毒的功能 带着水神 做大众运输系统最安全 那你桌子上面喷一喷 喷完之后再拿那个纸巾 把它整个擦一擦 你在上面用擦 用完擦以后 马上把口罩戴起来 这就做高铁或台铁的标准原则 我们水神要是戴得上这个 就是大众运输系统的话 你随时你就上车前喷 然后在中断的时候 你再喷 下车前再喷一次 我可以跟你保证一定清洁流流 可以保护你自己 最基本上就更重要 口罩要戴 手要保持清洁 没办法在洗手的时候 就用水神或酒精消毒 另外你就是眼睛 鼻子 嘴巴 不要去乱摸 你这样就可以把病毒 拒绝于你自己之外 这才最重要 立刚刚现在讲的都苦口婆心 一定要做 我已经讲了不知道多少天了 可是我跟你讲 可是有些人会最奇怪 真的很差 有些人他还是 立刚刚我跟你讲 我真的醒过来了 我从1月 就是他那个9号发生 我真的走到哪里 我都戴口罩了 你以前都不戴 我不是啦 我就是有时候会侥幸心理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YouTube中天电视正式开通会员功能 诚挚邀请您加入会员挺中天 您加入会员 每月小额赞助中天 将实质赞助中天新闻 维持营运 会员将享有额外福利 详情见会员说明 没加入会员并不影响您 目前观看中天新闻直播 和影片的权利 加入会员挺中天 请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乖乖观众 现在完全 你都自己开车啊 还是不要侥幸 我现在开的车 我都带 相信吗 不相信 你旁边不知道载什么 那当然要带啊 No No 没有人 唯一个人就戴着口罩 乖乖开车 你绝对不敢相信了 你也可以少抽一点 他讲到重点 他讲到重点 你也再插下去 我告诉你 大嫂可要把你给修了 真的 是他逼我的 他说要带要带 好 那我跟你讲 我们刚才讲到医护 医护现在其实 刚才立刚不是讲很多 我们要支持吗 可是医护 医护真的是他们心里面 千言万语 千字表心声 什么样千字表心声 你看他说 有很多话要说 我每天都是负能量 这位护士他讲 为什么 因为各种不知道 是否健康的人们 大家都想做好 自己的本分守护 好自己的家园 对不对 但是理想很美好 事实很残酷 对 为什么 索国论 海归论 移工论 海外返国就医论 过年探视论 这些阿里不达的 有的没有的论 前些时候放了一堆人进来 对啊 干嘛 现在这两个礼拜 还有人要进来 你现在都是增加 我们医护的负担 还要讲到分流分仓 除了一些具有规模 像部立医院这样的 这种规模的话 很多医院他们做不到 分流分仓 对 对不对 这是事实 所以说这些医院 他们的心声就是说 你现在到底 就是说希望我们 医护人员站在第一线 但是我们医护人员 有没有得到 我们指挥中心 一定的资源 以及什么 资源的资源 大家听得懂吗 资源的资源 还有人 最重要的是 柯P也讲话了 柯P他率先力挺 柯P说 这些医护的心声 我都听到 台北市主动提供 六处医护加油站 也就是防疫旅馆 那这个防疫旅馆 桃园医院 部立桃园医院 你们也可以来申请 就是说 我提供了这些 就给医护人员 专用的加油站 有六个地方 你们部立桃园医院的同仁们 也可以来台北这边 柯P这么做多窝心 我告诉你 对医护人员是一个打气 有些医护人员 你看他回到家以后 他连小孩都不敢抱 他连家人都不敢碰 他只怕的就是 万一不小心在医院里面 有任何的不小心的舒适 可能会让家人遭殃 而现在这个时候 他们这个亲情就这样子隔绝 在那个门以外 你看那种感受 立桃我告诉你 他一番好意对不对 对啊 可是现在 因为是柯P的政策 现在还没有被中央准许就对了 不要这样子吗 不同的政党 你就这样子去弄柯P 没意思吗 所以当然 这个时候 共同敌人还是病毒 不要分蓝绿 不要分白的 什么都不要分 这个有时候我们就说 我们讲疫情 到底要不要 又牵扯到政治 我今天坦白讲一句 你刚刚讲的对 共同的敌人是病毒 对啊 而不是政治上的那种口水 多少口水站在那边喷来喷去 有什么好喷的 你们现在这时候有本事 你们拿那些口水去淹死那些病毒嘛 不要再互相在那边骂嘛 不管蓝的绿的 你骂来骂去有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没意义嘛 你完全讲出很多小市民的心声 是啊 我们现在只要看的就是 怎么样去防备好 怎么样去做好 真正该做事了 我们就要给他鼓掌 对 真正要给他鼓掌 子卫那边喷口水的 就请你散边去好不好 你默默坐在旁边不要吭声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柯P这个 他人也蛮可爱的 他提出这种就是说 也是心里纯粹是想帮忙 可是到底能不能够 得到中央的这个青睐 跟 跟 就说亚娜 这个 他的这个善意呢 加会员挺中天 解挺的 是一个gots 支持中天电视的好朋友们 您加入YouTube中天电视会员了吗 如果您支持言论自由 民主制衡 请加入中天会员 如果您支持包容不同意见 想加入台湾奋起的行列 请支持中天会员 如果您认为人民最大 中华民国万万罪 请加入中天会员 您加入中天会员 每月固定小额赞助中天 就能够帮助中天新闻 维持营运 保住台湾最强的监督力量 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不能成为一眼淘 加会员挺中天 您就是台湾民主的守护者 中天400位员工 感谢您的赞助 有一个地方应该去不了 哪里 南极啊 南极 那么寒冷的地方 没错 冰天雪地之地 温度那么低 所有的远古病毒 都被冰封在那地层底下 极地这种地方 你看连冰封在底下 那些远古病毒都上不来 没错 对不对 我们现在全球的净土 就只剩南极了 因为北极在暖化 对 北极在暖化 可是大家在想说 这一块人间最后的净土 不可能会有病毒到那边 对不对 当然啊 长官 对不起 怎么了 我失守了 你不可能啦 不要乱说 欧北共 这是智利的海岸巡防队 跟他的总统报告的时候 讲的话 真的假的 南极的一个 季后观测站 以及科学研究中心 竟然干嘛 竟然被病毒给攻陷了 那这科考站怎么办 这科考站叫什么名字 你叫 叫欧西金斯科考站 它是纪念一个 智利的将军所命名的 这你知道科考站多久了吗 多久了 1948年到现在 这么久的历史 72年的历史 72年历史居然被这个 COVID-19给攻陷了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他们死都不相信 对不对 结果突然有一天 有一个人一咳嗽 怎么样 医生把他筛检 发现 整个基地里面 36个人都染疫 只剩下几个人没有染疫 所以就是说 几乎都要确诊了 都阳性 那整个 因为他们在密闭空间 对 他们的环境非常的拥挤 他们那个地方非常的寒冷 奇怪 这到底怎么回事 是从哪里来的 那些人不是都一直在南极 怎么会转疫 因为 大概 就说 有前几个月 有一艘致力的 两栖突击舰 送东西过去 物资不及 物资不及 因为他们也在想说 如果说 他物资不及会跟人接触 对 还会跟物品接触 难道是企鹅或海报 传案给他们吗 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一定是那艘 两栖突击舰的问题 可是到目前为止 究竟是 我们在想 是南 我们把病毒弄到南极去 还是将来南极会把病毒给传染给整个南半球呢 这个很难说了 南极传到南半球 这有点难吧 有点难嘛 那么冷的地方 所以你就晓得说 四五十度 他怎么会 你看高温摄氏负12度 低温摄氏负33度 都是低于摄氏度 零度以下 对 湿度只有零点零三 你要湿度又那么小 病毒根本不容易在那边 这个病毒哪里可能活得了 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在 那因为为什么 还是归结到一点 那我还想一想 那除了那边的话 哺乳类生物 只剩下海豹跟企鹅 是啊 就是这两种而已 对不对 所以你说外一 哺乳类 没有 海豹啦 海豹 契鹅不是 契鹅生蛋的 契鹅生蛋 哺乳类 琴类 琴类 对啊 那有没有可能 之前不是北半球那边 有说那个 对对对 也有那个什么 好像也是海豹 还是海象 他们也 不是海象啦 那个什么鼠啊 对对 身上有 天竺鼠 不是 不是天竺鼠 天竺鼠车车那么可爱 忘记了 今天新片要发行 第四集 你不要 这题外了 大家不要 我们要正经一点 正经一点 因为这是最新的新闻 发生在南极的科考站里面 好 因为那边 看来真的要严肃面对 这个病毒还真的全球化 湿度跟温度都这么低的情况之下 病毒还是能够生存 而且让三十几个人染疫 然后更奇怪 我跟你讲 南极发生了COVID-19病毒 而且它的种类到现在还没有确定 你说这个病毒株跟智力的不一样吗 对 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天哪 这么冷他还会变异啊 还会变异 怎么办 到现在科学家没有答案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 除了病毒之外 你知道南极最近发生了多少 很奇怪的事情吗 是不是 地震 南极大陆地震 谁去关心它 根本不用管它 那么遥远 震到八级 九级 那是太大事 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跟你讲 你要知道 从去年八月到十八九十三个月 三个月总共发生了多少次呢 三万次的地震 这频率也太高了吧 对 然后一天单日发生一千多次 一千多次地震 最大的多少 才不住在南极 要不要吓死人了 最大的达到瑞士规模七点一 七点一在我们这边的话 就像九二一样 对 就跟房子都塌了 但是因为发生在南极 都是兵嘛 反正也没事 平均一天三百次 最高的一千次 但怪了 它为什么现在的频率这么高 对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本来以前的频率没那么高 为什么现在地震一测出来频率那么高 然后你知道吗 他们这个智力 就是说他们那个国土 他们有个半岛 跟南极州的那个半岛 就是说他们以每年 十五公分的速度在接近当中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所以你说板块在飘移了吗 板块不断在接近 我们马上又要出来了吗 你就晓得说 这个真的是很恐怖 地球不但是气候变异 病毒变异 连大陆棚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连地壳都在变动 所以我跟你讲 怪事一连的发生 还不止这样 还有什么事情 地震 病毒 我们还有什么 这边 不好意思 我可以告诉你 南极现在又发生了 很奇怪的东西 我们记得在1941年的时候 俄罗斯突然发生了一个 碳区病的病毒 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时候死了不少的鹿 还有人 很多巡鹿都死了 那个从地底下猫出来的远古病毒 那个时候好像把它当成 四季黑死病 人家跑啊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人 对于远古病毒都没有抗体的 所以西伯利亚那时候 发生了这种碳区病毒的时候 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原居民跟原住民 他们是没命的跑 可是他们根本没有能力 跑多远 又死了一批人 所以推测原因 这些巡鹿啊 就是为什么会死掉 就是因为 我们知道很多尸体 你知道在解冻之后 自然就会释放出碳区病毒 从那个尸体里面释放出来的 对 那都是两个字惹的祸 暖化 川普不要的暖化 对 川普不信任的暖化 对 要不要信 总算拜登现在这个时候 又要回归正常了 你要不要信 巴黎气候协议要签了 你再不签 我跟你讲 全球暖化的问题 你要不要再回到这 七八十年前 这种碳区病毒再释放的问题 所以我跟你讲 南极有没有可能被冰封 千万年的这种上古微生物 也是因为暖化而释出来 科学家现在就已经在想这个问题 那COVID-19会不会从那边释出来 你不要说不可能 因为不知道 远古病毒很多人 你不要说不可能 人类都不知道 我们根本不 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 COVID-19从哪里来的 对 然后它现在有四五种的变异病毒株 它能够不断地再 演化 演化 再转化 极端环境 它还能够生存 对 甚至有一个癌细胞 身上有癌细胞的一个人 在国外 他身上居然还变异出 七八种病毒 对 所以大家就晓得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根本不知道 COVID-19从哪里来的 所以你说的南极说 这也是有可能的 而且最近科学家 又在南极大陆 发现了这一个 你刚刚你看到 这个是什么 大家来看 骨头 骨头 这什么动物 狗 像 怎么那么长条 海豹吗 海豹 有可能 不可能 不是 为什么 它长达六公尺十公分 六公尺 一部公车的长度 对 你完全讲对了 没有这么大的海豹 那 没公 那里没有海象 只有海豹 那所以 不可能是海象 六公尺 六公尺 小八 一部小八 一部小八 对 它就这么长 我告诉你 全世界没有这么大的海豹 搞不好远古海豹 恐龙海豹好不好 对 恐龙时代 恐龙时代没有哺乳类 恐龙 所以我们现在鬼打墙 我跟你讲说 怎么会发现 这样子特殊的 哺乳类的鸡孩 打哪里来 打哪里来的 再来 还有南极 诡异的新的鱼种 大家看 这两个眼睛那么大 这根本就是一踢鱼 对不对 这个都是最新发现的南极的鱼 所以还有后面 最下面大家来看 南极冰下诡异的透明生物 这是什么 海参吗 不像 海参怎么会是长这个样子 海参形状有点怪 怪 对 然后它是半透明的 对不对 变异海参 有可能 你敢吃 我当然不敢 我告诉你 我真的海参我就不太敢吃了 更不要讲这个 然后它摸起来跟酱糊一样 对 然后你洗手还洗不干净 很耳心 对 南极出现了这么多怪异的物种 而且并不是很久以前被发现 都是最近的 所以你就晓得说 这东间一定有鬼 不止 不止 立刚我不可能就这样 这里有什么东西出现了 南极鱼 还有一种什么 就是鱼 鱼 不 鱼身 人角的那种怪物 你知道吗 我只看过美人鱼是鱼 鱼角人身 你讲对了 很有可能是美人鱼 非常有可能是美人鱼 美人鱼长这样子有点恐怖吧 好 下面有角 上面是鱼 我跟你讲 从我们的冰原 那星爷的电影画出来 画什么 星爷的电影就真的画上面是鱼 那个两个警察不是画说 美人鱼 画面一个鱼 下面两个 直角 星爷厉害 你不是 这个不是 这个是科学研究 这个 好 也许星爷他还有点会跟 他终于都画得出来 这个东西 对不对 搞不好星爷认识 可是 真的科学家发现了这种奇怪 我们从那个冰原的长度跟宽度 再去估计他的高度 他可能有20公尺那么高 20公尺 有这么巨大的生物 像六层楼 对 很高很大 因为他在冰原上 天啊 他一脚就把我踩死 对 所以大家看到画面上这样 你就晓得说 他的脚不但很长 但是他的脸很像是海豚 或者是美人鱼的头 对不对 可是他的脚却很像人 他可以直立行走的脚 他第一次 双脚走路 对 没错 可以用双脚来走路 因为恐怖了 恐怖了 非常恐怖 第一次目击记录是1958年 日本在南奇的观测站 中古号上的船员们 他看到了这样子白色的巨大生物 第二次是隔了13年 1971年 也是在日本的工程县渔船 金比罗丸号 他也在纽西兰的那附近 蛮靠近南极的地方 也发现了像这样子的生物 你就想说 奇怪了 怎么可能那么恐怖 这生物两次被发现 那我怎么觉得奇怪 怎么都日本人发现 第三次目击记录 就不是日本人了 你知道 在2002年的时候 目击者看到 疑似像这样的生物出现的时候 那个时候被目击者 以为这是北极熊 或者是批着北极熊的研究人员 要靠近北极熊 不管是哪一个 结果他一站起来 大家都吓死了 那么高 太巨大了 太巨大了 所以你就晓得说 在这个生物 至少 最 就是说有20到30公尺 这么高的这种生物 那有人在讲说 这个应该不是深海生物的 体型巨大变化 你说那他从哪来 他可能是日本科学实验的人造物种 所以你说是变异生物 对 是人造出来的 那恐怖了 不然不可能有三次的目击 对不对 对 所以你知道南极现在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诡异的地方 没想到海盐物人烟的地方 居然还有有这种怪异的生物在那里 出了这么多事情 所以大家我们今天给他复习了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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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玩 NASA的卫星 他拍到了 你大家仔细看这个 因为这是卫星照片 所以大家看 以为是 可能是企鹅排排走 对不对 对啊 不对 他们研究 这是人类走动的 那个足迹 人 也就是说是人 那科考员 是很 不是不是 他们研究这些人的走路的足迹 是小朋友的足迹 小人 小人 不是成人的走路的方式 科考员带了小孩去 不是啦 就是说这是22个小黑人呢 坦白讲 他们就是体积比一般的人来的小 但是这样讲 南极上面是铺了 不只科考员 南部长还小黑人 对 所以这22名小黑人 还走了多久 走了差不多两公里 突然消失 我刚刚讲的那个白色的 那种像美人鱼的那种 巨大的生物 在看到这个小黑人 大家会想说 NASA卫星 到底还能够发现 这些什么东西 这些怪里怪的东西 他们还发现 这些小黑人最后是 消失在一条跑道前面 跑道 谁做的跑道 什么跑道 那跑道是不是 可能是 如果有跑道 那表示有飞行器 人类做的吧 对不对 还是当时 希特勒留在那边 你讲对了 为什么你知道 所有的 在派驻在南极的 包括日本 意大利 智利 纽西兰 澳洲等等国家 没有一个人承认我们造了这一条跑道 所以那谁做的 好 我们就回到前美国国务卿 约翰福布斯 凯瑞 你知道吗 他曾经去过一趟南极 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他在南极东部这个地方 叫做威尔克斯区的动员区 他说地下850公尺处 有一个长达240公里的建筑物 240公里 这么长 几乎快三分之后一个台湾大 没错 怎么这么长的东西 那是什么东西 请问 他们因为经过地底探勘之后 发现这么长 那一定是一个人造物体 存在的时间非常不一 他们说很可能就是在 1940年代的建成 1940年代什么年代 二战的时候 完全印证了 所以印证了只有希特勒 当时真的有派人到了南极区吗 对 就是说我们当初 干过希特勒韩国在南极 这个就比较 不 这个就比较 因为人类的寿命 可能没有那么长 对不对 但是希特勒在后来发展出很多 你从现在的眼光看 都觉得那个只有外星人做得出来 对啊 喷射战机 喷射战机 还有呢 没有尾翼的飞机 就像B2隐形战斗机 对 就像很多很多 他们那个时候我们都 还有巨炮 B2火箭 对 人类第一颗寻衣飞弹 为什么在那时候的纳粹 都可以做得出来 偏偏 人类的科技 都没办法跟上他的步伐 德国科学家在1940年 身有大批团队 到了凯瑞 这个国务卿 去过的地方 所以难怪有240公里 到那个点 那240公里长的地方 是不是一个地下城市 而这个城市 绝对不是人类做得出来 所以下面搞不好还有生物 有可能有生物 今年的学测 我先告诉你一下 学测刚考完 所有同学觉得怎么样 对 心里还是开心吗 还是不开心 看到题目 你有没有觉得唱 今天翻白眼 我跟你讲 还是立刚 抱着坐着痛苦 应该是这样 真的 这么惨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今年的题目 超难 难死了 被所有的考生都骂翻了 你看 有深度 老师厉害 把学生考倒了 我跟你讲 对不对 除了台大医科跟阳明医科 他还是必须要满60级分 今年 你这个学测 我跟你讲 只要多少 58分就过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它少一点点 普遍 所有的题目都偏难 我今天有时间的话 尽量跟各位讲 随便 我们开始拿一题来看 你就知道了 来 这是英文考题 立刚刚 你看一下这个英文考题 请问你看得懂有鬼 为什么你知道吗 那英文太差 不要收 人家看电视的朋友 看到这英文 全都知道在讲什么东西 干啥英文太差 没有 我是英文 臭屁到极点 题目是英文 但是他考题是什么 你知道 他考题是 这四个图 我要你选出 哪一个是富兰克林的半球体 富兰克林的什么 玻璃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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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面琴 是可以演奏出乐曲的 富兰克林琴 富兰克林琴 这你看懂了英文之后 你还要选出对的答案 然后我们这边就有小文章有提到消去法 消去法什么你知道 比如这个半球体 你有三十七个 你就看算一算 哪一个才有三十七个 对不对 那B呢 这个看起来很像什么 中国的古乐器 对不对 编中 他只有二十六 所以他不是的 所以我们就看说 这个B我们可以消去 那C呢 C是这个 这个选项 他超过了三十七个 所以说C也可以消去 那是A或是D 这样就出来了 那因为文章中提到 有脚踏板 那就低了吗 就低了 你看我比你聪明 我刚刚看的时候觉得是低 富兰克林是欧洲人 美国人 所以我没有看图 所以这看图在写的答案 这是什么考题 所以说有很多考生都说 这怎么知道 这叫插你的富兰克林 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说 这个你看起来像脚踏板 对不对 可是有些女孩子 他们说 这个是像阴影 谁知道这个是脚踏板 光要看懂题目就很难了 还要猜什么叫做 富兰克林的玻璃井 因为脚踏板旁边 还有一个连杆 连到上面那个滚轴 那个滚轴就是滚到上面去 没有 纯粹在看图说故事 这些都不是很重要 而且原版图是彩色的 原版图是彩色的 原版图彩色的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今年的学测 是多么的困难 有够难 有够难 这表示这个老师 要考出学生的深度 考完110年 学测英文的我 而考生 他就讲 我觉得出题老师 很会出题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大家想说 老师已经把我们气死了 为什么很会出题 因为这个学生说 他都出了我不会的东西 不是绘画吗 对不对 当然老师要出你不会的 老师才是很厉害 可是问题是 学生都考不过的话 这个老师出的题目 我觉得还是很有问题 所以又有很多学生 又说到什么 又说当初是叫我们怎么准备 今年110年的 这个学测题目的 多看疫情 多看时事 结果呢 结果呢 把疫情全部都丢了 全部都踢开了 根本没有疫情 他是英文题目 跟数学题目 根本很多都跟疫情 没有关系 还有人就哭手就说 你好啊 学测的同学们 真亏你能够考到这里 但是你的英文成绩 就到此为止 就是我们刚才出的那种题目 就到此为止 为什么你知道吗 接下来有我 富兰克林的玻璃琴 来做你的对手 把你们通通打趴 一半学生都被打趴 都不会打这一题 所以我说今年的科考 这就是我们的学测考试 到底他是要考倒学生 还是什么 还是真的测出 你的真实力呢 来看这一题的话 你不昏倒 我也随便你 这一题又写了什么东西 你刚刚我跟你讲的这一题 我要是你讲完了 不要说你能听得懂 我自己能够听得懂 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厉害 我觉得只觉得这张图 狗狗好可爱 狗狗好可爱 对对对 好 我跟你讲 这题目很简单 就是说专业经理人 很像这只狗 像Husky 吃的是每个月 主人给的饲料 对不对 那创业家呢 他像狼 必须要闻得到血的味道 那补不到猎物 就没有办法生存 对不对 所以说Husky的时间 是主人的 上班族Husky的 获利的模式就是这样 那狼的事也不一样 所以说他们不会单独行动 因为狩猎靠的是狼群 所以狼群懂得购买 别人的时间来做事情 他只是跟你讲一个范例 他就现在来问你 出题目了 下列叙述 最符合上文观点的是 A 创业家全凭视野 不需有专业经理人的学养 是这样吗 天啊 你这个考题 你也太深了吧 你念到这边 我已经快昏倒了 等一下 要看完 你是考生 B 人才若形成品牌 便难以用一般标准 衡量其价值 快要看不懂 没关系 C 狼具有侵略性 迫使Husky以贩售时间 交换生计 利刚刚如果说 你还没有出社会的话 我真不晓得这些 这些学测考生 他们考得出来 D 土狗靠出走成为狼 Husky靠时间熬得久 而成为狼 利刚刚我想 我今天看完这ABCD 是个答案 我选不出来 对不对 我也选不出来 你也选不出来 好 这样答案 我们已经告诉你 是B 为什么 人才若形成品牌 便难以用一般的标准 衡量其价值 原来它的意志是在这边 那请问你ACD是什么答案 你都已经忘记了 对不对 对 没有关系 我只想到Husky 狼跟土狗 跟我一样 我只想到狼跟哈士奇而已 然后他的答案 竟然是B 这种题目 你有深度 有深度 赞 赞 厉害 老师出题出到这样子 赞 皮鞋脱下来 丢给老师 你不读书的人 你当然是这样子 对不对 差点把我给气死了 考教考教有深度的 好 你说这个哈士奇跟狼 跟我们比较 可能比较远一点 我讲完下 可能都是学生在丢电视机 对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 你出了什么题目 刚刚刚哥自己讲完 讲给那个立刚听 立刚听的似懂非懂 连我自己都在想说 这个答案是什么 你能够选到B的话 我告诉你 你智商已经超过150了 有老师 那可以当柯文哲了 对 没错 没错 柯文哲能不能答出来 我觉得他还成问题 我不觉得柯文哲 能够答出这一题 好 我们再来看 你少来 人家智商那么高 立刚来 再讲吗 再讲吗 没关系 小车子 等一下出去就被调走了 现在我们再来出 跟我们 就是我们 好 再来看下去 我们华人有关系的题目 你说建筑课书是战国时代的理事写的 对 就在高中课本里面 可是立刚就说 我们比较延长了 在现代的高中课本里面 他们都有这一篇 学生对这篇文章是不陌生的 所以说建筑课书 理事对秦王说 今筑课乙之敌国 损民以义辞 内是须而外数月于诸侯 求国无为不可得也 我真的是已经快要 我三角形 金盖哥 圈圈插插我通通出来了 什么题目 金盖哥 差点点不下去 好 不管了 这就假了 他们反正高中课听得懂 那乙是什么 求染客传 这个我们比较 求染客对李靖说 中山靖王李靖他说 其本欲于此世界求是 或当什么龙战三二十载 什么东西 建造工业经济有主 注意何为 太原理是曾殷竹也三五年代 好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假跟乙呢 两项的推论最适当的研判是什么 大家就来问了 是假以都对呢 还是假以都错呢 还是假对以错 还是假错以对 很简单 你念完你都已经不知道在念什么 都不晓得在念什么 所以你光是要看懂这个题目的时候 你就已经投昏了 其实是假错的 假是错的 也就是说 其实那个李斯 并不是 并不是被低估而想出走的土狗 李斯不是土狗 所以说这个是假是 这个就是说假是错的 那已是对的是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跟你讲 当时求染客本来要取而代之 他要把李世民给取而代之 结果他发现 求染客发现李世民是英主 很有策略 他说好 我不跟那个李世民争足 争夺地位了 但是我希望你李静 要好好地辅佐李世民 也就是唐太宗 所以说这个D是对的 那就是说假是错的 已是对的 那就你就要选答案 我都觉得这个题目太深了 不是啦 我现在讲了半天 这应该是考那个 那个文学所的人在用的吧 很干 对不对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干 文学研究所 文学研究所考这个 可能比较适合一点吧 所以啊 所以你说今天国文的学测考题 考到这样子 没有觉得这个题目 好像真的太深了一点 不知道我学理工啦 所以对这个 我跟你讲 我就觉得眼睛都快忙掉 眼睛都快花了 所以不管秦王李世了 李世啊李世 你是哈士奇还是蓝呢 然后球兰科跟李静 李静啊 我期许你成为一只优秀的哈士奇 但比起哈士奇 我更想当一匹狼 就是了 对不对 其实这个老师讲一句 我们今天讲了半天 这个网友以及考生 他们自己哭手的 还是真的他们心里 你真的想讲的话 用画哭手的图 可能还答案容易写出来 还比较容易写嘛 对不对 不管是对是错 我觉得考生 才是有创意的 所以你有多猛啊 我是一匹狼啊 我是一匹狼啊 考前金石子集 文言文 什么都十五级分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考后 我忘了带骰子 为什么 我十五级分准备好的东西 不如我拿三个骰子 十八拉 看到底是哪一个答案好了 就写哪一个 我就写哪一个吗 你觉得这样会比较快吗 这种考题干戈干戈念的半天 不要说我答不出来 大概半数的考生 统统答不出来 所以你就会晓得说 像这样子的题目 你怎么办呢 你根本就答不出来 你根本不会对不对 不行啊 不会不要控制 就要直接写啊 搞不好还会猜对啊 好 再来 你觉得今年学测 空着就没分啦 我不能说他荒唐 他还不够夸张 来来来 还有一个非常夸张的 很夸张的就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的题目叫做 如果我有一座全新的冰箱 这个是国文的作文题目 如果这个给妈妈 或者婆婆妈妈们写的话 应该还不错 对 这有啊 给我妈写的话 我妈就说 如果我有一个全新的冰箱 我希望那个门是双开的 双开以后呢 我左边可以冰冷冻的东西 右边呢 可以冰冷藏的东西 从上到下 可以东西摆得满满满的 孙子孙女吃得多开心啊 对啊 而且我们这个冰箱 你看 作文写完了 对啊 婆婆妈妈会写 其实没有 立刚我觉得说 你现在讲的 其实是一个标准的格式 也比较能够符合 就是一般考生的想法 对不对 也算蛮有创意的 可是那样 你这样子写法的话 分数不会高 这样不高 那怎么写比较高 我告诉你 来我们看 比较会高分的那种写法 这样写不高 这样写不高的 那怎么样高 这个叫做古龙式写法 古龙 武侠小说 对 小说那个年代没有冰箱这件事好不好 所以你要套用古龙的写小说的方式你知道吗 黄昏街边 小贩卖部 人 男人 两个男人 一老一少 隔着柜台主力着 是你 是我 你来了 你不该来 我已经来了 我毕竟还是来了 我毕竟还是来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讲了半天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现在要怎么样选一台冰箱 所以这个就是古龙式的写法 你要是这样写的话 我告诉你 这个分数一定不低的 为什么 这个样子的分数会高 真的假的 你有一种怎么讲 就是说你有先开始暖场 对不对 老师搞不好就是古龙迷 对 有可能 对不对 看到这样的写法 是你 是我 你来了 你来了 对 我也来了 我也来了 这个我跟你讲 你就晓得说 因为为了买一台冰箱 你的铺陈跟布局 我问你 会让老师觉得很惊喜 这是古龙 那老师万一是金优秘怎么办 对 不了 那金优秘你们就完蛋 你挑掉 挑掉了啦 写这样的东西 金优秘看了绝对倒不掉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其实这个 差点把它折掉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是老师 老师告诉我们说 如果说这个题目是 如果 我是一台 我是一台冰箱 我想要一台 我有一座新冰箱 你要怎么写这篇文章 我们现在看到 这是古龙式的写法 对不对 好 还有另外一种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 比较正常式的写法 这比较正常式的写法 如果我有一座新冰箱 天啊 这简直是 我不敢想象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外地租屋工作 房间很小 所以我摆不了新冰箱 人家老师会觉得说 这个学生蛮写实的 对不对 他就是实际化了嘛 他讲的是他真正的困境 所以我有一座新冰箱 我可能放不下去 但是他又很想要 有一座新冰箱 那这写法不是跟我刚刚说 我妈想要一个新冰箱的道理一样 但是我跟你讲 后面就 你还没 我跟你讲 后面人家就有很多创意 如果我是个上班族 每天早出晚归 下班累成个狗 洗个澡就睡觉了 所以放假睡到中午 我要这台冰箱要干什么呢 他打脸新冰箱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说反凤法 对 反凤 对 你讲对了 我是打脸这句 意思就是说 我根本不需要这个新冰箱 你所买的新冰箱是没意义的 这个人就是他 他又左右 他又想要 他又不想要 他就心里在一种挣扎 对于这个 看就是批 批改的这个老师来讲的话 可以反映出 老师觉得会有创意 对 你就是有创意嘛 对不对 好 根本就只能像废人一样 可以放可口可乐 和啤酒吧 我要喝的时候 路过楼下或超商 直接买不就好了吗 掉菜来冰箱干什么 所以如果我有这一座新冰箱 我希望这座冰箱 有多远就滚多远 如果我是尾牙或者活动抽到的 我也想办法把这个冰箱给卖掉 谢谢啦 如果 我有一座新冰箱 好 不管你有没有一座新冰箱 没想到写的方式有这么多 有古龙的写法 金庸的写法 金庸的写法 妈妈的写法 对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 你这又什么东西 没有 马上就有人就哭手了 对不对 说 好 你一定要起程转合 就第一段 直接破题 描述看到新冰箱送到家里的时候 正面的情绪 第二段 借由看到工人要将使用了十年的旧冰箱搬走的时候 带出小时候暑假在外婆家的那种回忆 好丰富 对不对 第三段 以外婆家的旧冰箱为例 开始经典的外婆回忆环节 围绕的旧冰箱 你才能够起程转合到最后的新冰箱 拿到手 这个结尾方式 一种是外婆已经去世的路线了 怀念 怀念 感觉好像派和病在那冰箱里 但说真的 我现在最想做的是把老师塞进这冰箱里 如果能把老师塞进去 现在这时候 想想看把老师塞进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2300快到了 请记得转到我们中天直播频道 看王乃瑜跟张若瑜 薄熙文 拜拜